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王毅涵参加了立命馆大学的校花比赛 全校海选选出六人以后 让他们进行了一年的活动 最后决出了冠军 赢得立命馆大学校花称号的王毅涵 两天后将要在东京与二十个大学的校花 争夺全日本大学校花总冠军 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据说木黑川是王毅涵以后想往居住的地方 每次来东京他都会来到这里 小花在哪儿 我的小花在哪儿 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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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拍照 我喜欢拍照 然后我也喜欢被拍 完全是夜会的 哇 我烈了 怎么拍照 怎么拍照 比如像我还要像你这种长得矮了的话 不是 就是比较适合拍那种 下面有一个 比如说有一个 它有一个竹井 比如说找一个这个灯嘛 然后那个灯上面有樱花的话 你就可以在下面这样子 手肘再收一点 再自然一点 你好僵硬 嗯 像我武士一样 先喝一口 啊 看演艺画 真好看 一 二 三 嗯 嗯 怎么这么好看啊 哈哈 哈哈 这怎么不适呢 哎 这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的活泼开朗的王一涵 其实他曾经一度 因为在学校时不好的经历 变得厌学和自闭 据说 这也是他最初来日本的原因 有点实在受不了周围的环境 就是像逃走一样的感觉去的 你当初为什么想来日本 因为我想当临床心理师 去美国也可以啊 嗯 为什么要选日本 就是那个时候有 就是被欺负了以后 然后 以后在家里面的那段时间 就正好看了那个日本的一个 作家写的心理学的书 然后就搜了很多 然后接下来搜到的大部分 都是关于日本方面的 然后日本也是那个 已经没比较严重的国家 学校 然后对这方面的研究可能 比较多一些 有可能 有可能 谢谢你的脸好小 也没有 也没有 跟三飞鸟一差不多 也 也 这个会有耽误骂我的 羊羊羊羊羊羊 我也是这么多 那不能回 那这一五三九四五四五四 这一呢 好小啊 第二天 导演来到了校花比赛的现场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好多人 这是TBS 日本最大的电视台记忆 今天在这儿吧 全国大学生的选美比赛 听说 今天就是喜上第一次 中国人参加这个全国比赛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好像有很多美女的感觉啊 好紧张啊 我的发型可以吗 为了今天 王一涵付出了各种努力 冠军的话会怎样 会收获到什么钱啊什么 没有吗 怎么一下就是钱的问题 哈哈哈 有奖金啊 还有那个 什么一个 跟我们扩拉伯的一个 企业的 那个广告拍摄啊 哦 所以可以有很多出道的 这个机会是吧 但是我们几乎这些人 现在也都可以出道 就是也都有公司找我们 哦 经纪公司吗 哦 大家都穿着很好 哈哈 哈哈哈 像那个以前那种 比较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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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都要自己买呀 都要自己买呀 那这化妆和那个头发的话 是帮忙的 哦 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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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做日本人 對 對 拜拜 頑固 頑固 我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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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你 來自全國56所大學的校花 在兩個月的時間內 通過直播、視頻宣傳、社交媒體人氣競選等展示 選出人氣前20名的校花進入決賽 謝謝 謝謝 今天的社交媒體 謝謝 來ら來ら 來來 來來來 來來 今天來我來的總結 我們要來部分時間才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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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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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松山大学的西萨佳玲珈 是 贝姆collection初 最后是最高的 好 虽然大家都是大学生 但据说 也有一些已经出道在进行演艺活动 评奖环节 拼定标准不仅仅是外貌 还有之前活动的表现 以及粉丝的投票数 获奖者不仅能得到实质的奖品 还有机会直接与赞助商进行合作 好尴尬 他比他可爱多了 对吧 不知道怎么选 发表します MISS OF MISS グランプリは 南山大学 中村優雅さんです 太简陋 萃丹 我的呷丹 唔 很专业 已经weren虽专业了 南山大学 square 是的 超 reflects 我要 nueve 下部 虽然没有获奖 但是从舞台回来的王义涵手里 却拿着 他收到一封粉丝的信 哦 哦 哦 Yaku-chan 嗯 那个他是 他说在电视 我不知道 我没见过他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 Yaku-chan Yaku-chan日本に来ても とても大変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が がんばって立派です 人々の救いになる 心理士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勉学がんばってください はい 他写的字有点不好看 因为他说他在车上一边抖一边 这样子 那像这种评论的话 看到这种评论的话 会觉得怎么样 这个奖项 这个奖项也笑花 我的天哪 有两个面吧 就一个是日本人评选笑花 不是光看脸的 首先你脸要妈妈过得去 然后我们评笑花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还要发表论文和PPT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有可能这个人他只是在网上觉得他说一句这样的话 他也不需要负责 就是他也不需要伤害到了别人 人就是无意中产生的恶意 言论是自由的 但是自由中的良心是还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你们也知道了吧 不要随便写 你如果要写评论的话 先好好思考一下 然后再写 不然的话会伤心别人 让别人伤心 不要害别人或者知道别人 对 这种感觉 对我刚才就让他伤心了 吐槽了他的中文 对我这也是不负责任的表情 不要学习我 季佳 discord Mk jest了 Canpass Contest 2019 Grand Prix 我以前不即使 都能不再买 网络 doctors told me 你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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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o то 能看到更多我住的精彩内容